当午年假即将到来 为了让弱势家户也能够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大同社区发展协会就号召了许多志工 合力包出了1600颗粽子 要分送给里内的弱势户 包好的粽子在现场堆叠排开 场面十分壮观 志工妈妈们在桌前合力包粽 挖起油饭 并且用粽叶包起后捏制成型 每一位志工们的手脚都十分俐落 我平常是没有包过粽子 但是都每年都借着这个机会 那个一位赵正宇举办的 我一定要参加来学习 志工们开心的拿起自制粽子拍照 长桌完全被粽子填满 看不到缝隙 这片纵海 都是由志工们的爱心和巧手包制而成 要分送给里内的弱势户 我们包这种包一千多颗 这一千多颗要送给我们宁静 各里的那个孤骨无一的老人 或是弱势团体 那他们有一个年节可以过 也感谢我们的志工伙伴们 大家好出钱出力 很早 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准备了 然后今天早上一早就开始来包粽子 立委赵正宇连同社区志工 在端午佳节前夕合力包众 除了做爱心之外 也藉由志工的互相合作 让社区的感情更加紧密 陶瘾有线新闻 欢迎浩轩8的采访报道